那么立法院另外一个焦点话题就是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亚能不能来到台湾访问 内政部长江一华今天明确表示 因为世界维吾尔大会跟东途恐怖组织有密切关联 政府在考量国家利益跟国家安全的前提之下 决定不发给热比亚签证 世界维吾尔族大会主席热比亚到底能不能来到台湾 但这部下午做出了决定 认定热比亚领导的世界维吾尔族大会与东途恐怖组织有密切关联 在考量到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前提之下 建议不发给热比亚签证 依照我们的入出国籍移民法的第18条 外国人有危害我国利益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之余者 入出国籍移民署得禁止其入国 我听取了这份报告以后支持内政部的决定 而前往美国华府邀请热比亚来台的台湾青年逆转本部 对于政府拒绝发给热比亚签证表示相当惊讶 是哪一国国家的利益是台湾的国家利益还是中国的国家利益 我觉得现在大概是台湾大概是全世界第二个拒绝热比亚女士入境的国家了 我们还没正式提出申请结果他今天就他在对空气拒绝 台湾青年逆转本部表示还是有依照计划在10月1号向外交部提出申请 而民进党傍晚也发出声明稿表示 热比亚女士被美国认定是政治难民 所属的维吾尔族大会更是受到美国国会成立的美国民主基金会 长期赞助支援 而马政府竟然以热比亚涉入恐怖主义而拒绝入境 现在和长期与我国合作反恐的美国不一样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